台北国际电玩展 今天开放一般玩家进场 一早就吸引上万民众 除了抢玩主机游戏之外 索尼电脑娱乐器只会放出了大彩蛋 邀请了棒球游戏MLB勒秀 2017年台湾版蜂蜜人物 台湾之光陈伟英 惊喜登场啊 而今年Google Play颇有亮点 寄出全新的VR虚拟实镜平台 Daydream 以及头戴装置DaydreamView 实际试玩发现 DaydreamView带起来颇为舒适 多了遥控器 玩起射击游戏可以更直觉的操作 而宝可梦的兴起 让AR扩增实镜的游戏备受瞩目啊 Google最新的AR技术Tango 使用特殊的演算法 将画面呈现3D效果 游戏内的怪也更活灵活现 爽感大增啊 但需要使用有支援Tango技术的手机才能使用 手游的部分当然还有怪物弹珠 推出了8.0版本 展场还有大型转出台 可以让玩家碰碰运气 有机会拿到限定角色呢 而展场们都花钱买票了 当然也要让眼睛大墙严幅一下咯 美海军团当然不可错过哦 中新闻台北报导